我刚刚每个毕业生让他们讲 我真的都很有感动 那我觉得说有一点我真的是 就是说在那个在时间优先顺序方面 我真的也很有感动 那我觉得说我也是很忙 那我一直觉得说我们一边上课 就是说我在这一年多 我常常就是一直有声音说 哎呀你就慢慢修 反正你还很年轻嘛 你就日子长得很 你就像孙女念十年 就说你 就说为什么好像就感觉修很多这样子 然后可是可是我是觉得说 我们一边学的时候一边一定要服侍 你越在服侍中 然后一定就是不要跟世上脱节 就是说你一定要 就是说所以我发现我上课 上一月的我服侍更多 就是说那我就发现 这就是不能分割的 然后就是说 就是说你在服侍你才发现 你的不足你的需要 才有那个动力更想要修课 然后每次上课 然后而且是院长的课 真的是一扛课都不能不上 因为他的课真的是让你撑住你那种感觉 就是说他就是说你你你每次上完课之后 你才真的就是好像被圣灵充满那种感觉 就是就是真的有那个动力 然后更更有信心更有盼望 然后更有那个爱心 在你的服侍之后你不会想 因为我们常常服侍会常常会会失去那个耐心 或爱心或是怜悯之心 就是常常会会会会灰心会上胆 那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在一边上课 一边大家在那个晴雨如啊 就是一直帮助我们一直在这个 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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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 在一直在这个 就是说然后而且而且我是觉得 一边念说的时候 一边一定要多了解自己的服侍方向 虽然我不像林真已经找到神给你他那一份 我们是还没我还没找到 那我觉得说要要要就是说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那个领域 那是我就是就是突然我刚刚就是听到那个那个慧萍说 那我就是说对啊就是真的我们我们就是要走出来 然后也要参加就是一些我们湾区有很多的那个活动 像我们最近湾区有个春林会 就是那个很多针对国内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很多国内它是免费的嘛 免费的那个那个下令 免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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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活动 然后欢迎木道友都来 然后我就希望说大家如果能够去的话 那个帮忙服事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这样OK 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年我在丰收神学院就是我觉得神是给我再一次的一个装备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因为这里就是说不单是在知识上的追求 还有就是在生命上的一种追求 所以呢我一直就是说认定就是说我们的服事就像以西节书里面讲有两种服事 一个是做沙都的子孙就是视力在神的面前就是听他所丰富的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 而且呢很重要的我们要让神来做有的时候你让神做你就很轻松很容易 还有但是另外一种的服事就是像立位人一样就是常常在民的面前载牛载摇他很忙很忙 但是他不知道神吩咐他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就是我看得很清楚的以后 我就追求就是说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 更多的能够跟他的联合 而且是让他来做 让他来做你就会变得很容易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追求就是说就像那个慧萍讲的 我们写报告我也是曾经就是落在这一种就是常常写报告常常那个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跟神的关系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神也借着各样的宽敬把我推到他的面前 跟他的跟他有更亲密的联合 我们服事是在人的面前 当然我们要去跟人有很多的接触 但是最重要的你要从那个源头而来从上头来的 因为思喜约翰也说若不是从上头次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所以我们要求从上头次的 真的是说是神丰富的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去做 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和省心意的工人 好我就说到这里 这段有录音吗 有啊 可以不录吗 好没关系我很简单讲一下报告 个人的心得王院长不一定同意 那我想报告真的是学习了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没有好好的整理报告 绝对不是你的东西 王院长的报告再怎么样写得很完整 你考完试大概都忘掉百分之八九十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哪里翻得到 我并不是说讲义不好 但是讲义真的是让你以后准备奖章很重要 但是报告的确是唯一只有你自己有吸收过 你再放出来的东西才是 那我做报告的话 几个方法 希望你们如果能学得到 也减轻你们的负担 第一个 第一堂课 院长一定都会把题目丢下来 所以一丢下来大概十几二十个题目 那天晚上这就是你的功课 你一定要在那天晚上 一定要注意听 一定要在那天晚上 就要把题目呢 先看它三遍 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就光看题目 为什么要这样看 因为你会发现有些题目 第一遍看完 第二遍看完 第三遍看完 那个脑子里的东西会一直出来 有些题目 你看完三遍 你还是不知道它在写什么 那个题目是什么 你还是搞不懂 那你就要把那些 你怎么样看都看不出来的 你把它画掉 这样知道意思吗 然后你要看了以后 就发现那个东西越来越多 想起来 几年前 谁讲过这篇道 几年前提过什么东西 甚至你忽然间想到 你家的柜子上面有一本这种书 你已经放了好几年 从来没看了 那个东西会出来 所以题目就会一直缩少 缩少缩少 然后剩下到三五个 OK 那第一天你一定要做 除非你第一天看完 每一个题目都是 你不懂的 那大概这堂课你就知道 你一定要call help 你一定要往外call help 那这时候我就会去找王院长 我说王院长 你有没有希望我写哪一题 因为反正对我来讲 什么都都一样 那我就问王院长 王院长你要我写哪一题 那很不幸我第一堂课 王院长就叫我写三位一题 我想哇 这题目这么大一开始 就要写三位一题 那没有关系 院长叫你要写的东西 一定是他自己也觉得 这个题目不错 那我就call help 我就问王院长 你每一堂课我都会问一下 院长你希望我写哪一题 那院长就会稍微跟我讲一下 你来写这一题好了 你来写这一题好了 那我说好 我就写那一题 那写那一题的时候呢 那我就再去问王院长 就是说 那个里面 大概你要我写什么 因为大纲 他自己知道 大纲一定要包括那几个 你那几个大纲没出来 因为细节他不会告诉你 但是大纲他会跟你讲 比如王院长 你要我这房子盖成什么样 他会跟你讲 盖成中国式的宫殿 那你大概就知道 一定要凋梁化洞 他如果告诉你 这个要盖起来像图书馆 那你就大概 窗子要大一点 格局要大一点 那如果告诉你 这个是要盖游乐园 对 那你要问一下院长 你别自己埋头苦干 在那边做你自己的报告 你写出来了 那个院长看起来就似不像 因为你根本不是写 他想要写的东西 所以呢 你要问院长说他要写什么 像今天早上我就问院长说 那个盛餐 你要我写什么 那院长就跟你讲 你至少要把那几个 写一写 你要把保罗的盛餐 解释要写出来 那我就很清楚 OK 那大概要我这两个重点 好吧 这个很容易吧 上每一堂课 你大概第一个礼拜 就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给解决掉 假如你养成好的习惯 包括我在零两堂上课 一样 我就跟张院长也是问 张院长你这个题目要我写什么 然后接着我选了一个题目 我就跟他很快的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学校当教授 我自己也很清楚 那学生从来不问了 我都知道他反正也搞不了好东西 因为他自己关着门在做事情 所以跟院长做很好的沟通是很重要 跟任何一科的老师 好不好 我跟任何一科老师 也都是有做一样的沟通 第一个礼拜我马上就问他 你希望我做什么 哪样的报告 他告诉你 宣教学 我要你就是要出去做 那你就很清楚 他不是很在意 你写的那些东西 那在意是你的action 那好了以后呢 再来才是你自己的工作 再来才是你的工作 就是好 人家已经把大纲跟你讲 你最起码要包括什么 那你就要开始找资料 那找资料呢 我还是跟各位讲 那个上网找资料还是少不了 因为现在太多好的资料一直上网 我像林荣华教授牧师也说了 1999年以后 所有的东西可以死 9099差不多 90刚开始有电脑 99以后 99以后 BibleWork也都上去了 BibleWork也都有CD 所有连院长给我一篇 那个整个CD里面有 早期教护神学的所有的资料等等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上网的 所以你如果还没有办法用上网 或是说查资料 来增强你的内容的东西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有办法应付新的一代 出来传教宣道 都还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有办法 所以这个我只能鼓励你 有一天如果上了天堂 你问上帝说 为什么那么难念神学 他就跟你讲 我已经派了一个同学 坐在那里 天天用电脑给你们看 你们怎么都还没学会 上帝会跟你们讲 所以要 要把握时间 最有限的时间 找到最多的资料 你就是上网 我不认为你有办法